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原来,神所设定的属灵枷锁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借着倚靠神 支取神的恩高 借着在属灵中成长去胜过这些枷锁 当我们胜过一个枷锁后 神就为我们预备另一个更庞大 更困难的枷锁 成为我们的考验 到最终让我们赚得辛苦的资格 建立出天国道 因此,这条由众多枷锁组成的成长历程 也就是辛苦的成长过程 所以,于现阶段而言 我们不会知道哪一个才是最后的枷锁 原因不是我们去决定最后的枷锁是什么 由始至终,也是神为我们去预备每一个考试 每一个枷锁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于面对新的枷锁时 也是全力以赴的去胜过 直到最后一个枷锁被打破 完成辛苦的塑造为止 然而最低限度我们知道 我们要先完成最后大复兴的枷锁 就是带领有历史以来 全世界最庞大的末后复兴 并且通过世曼文留归石安山的时候 我们将会如何引导他们 原因到时我们不再是以教会的600人去制作2012荣耀盼望信息 而可能是600万人一起参与 到时我们如何每星期用上600万人一起完成一篇2012信息 这个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枷锁 原因单单是600万人的沟通 假如没有计划的话 用上一年都未能够做得好 并且会错漏百出 然而我们的主日信息 每星期亦要完成播出 不能更改 所以就是要不断成长 去打破一个又一个的枷锁 直至我们可以完成所有的枷锁为止 因此在这一刻我们并无可能知道 在前方我们还有多少个枷锁才到达终点 然而无论有多少个枷锁等着我们 我们亦会不断成长的胜过 因为唯有我们经历更多又大又难的枷锁 甚至是其他人望而生畏的枷锁 这个就更加证明 唯有我们是神所命定的真命天子 是神所塑造的辛苦级教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